我們在做虛擬化的時候 我們的最主要目的 每一台機器 每一台虛擬機器呢 都有它的獨立功能 各位就可以想一下 這台機器可能有一個內容 它要提供服務出去 這一台也有它的內容 要提供服務出去 就舉例一下Web server 對不對 FTP server 對不對 還有呢 這個是什麼 可能是什麼 這些Fire server 對不對 那你要想想看 這兩台 都是虛擬機器 它提供的服務出去 對不對 那提供服務出去呢 就是呢 它不是獨立的機器 好 它們都放哪邊 放在實體機上面 這樣下去吧 這台是實體機 好 那我們今天來想想看 我這邊呢 想想看 我這台機器 這台機器 各位先看這台機器 這台機器如果壞掉了 你是不是要再開另外一台機器來使用 這台機器如果 這台講錯 講錯了不好意思 這台實體機器壞掉了 這台Server 03是不是也跟著壞了 對不對 好了 它壞了之後呢 你是不是假設你這個 Server 03 你是不是有檔案把它備份 檔案把它備份 Server 03我是把它複製 對不對 複製到各位的隨身碟上面 是不是這檔案就在了 那你是每天都要去備份 好 我們講說我這台實體機壞掉 對不對 你是不是要把這台機器做匯入 或者做新增虛擬機器的方式來完成 對不對 在別一台機器把它匯進來 懂不懂的意思 對吧 這樣你這台機器裡面的東西 是不是完完整整就不會變 懂嗎 好 那我們講說呢 我們現在要跟你講一個 微軟的特殊功能 好 1跟2這兩台 這兩台機器 當然它是虛擬機 對不對 那我現在先再比一下 好 假設這台機器跟這台機器 我們把它模擬這裡面可以裝Hyper V 是不是讓我們這兩台機器就很好了 就可以當成模擬私底機 這樣懂的是吧 模擬私底機 我們就可以做一些其他兩台機器可以做的功能 所以說呢 我們在安裝的時候 你可以想想看 好在這一台 我們怎麼去安裝Hyper V管理員 我們從這邊來看一下 透過管理 新增腳設計功能 好 我們來看一下按下一步 下一步 下一步 好 各位有沒有看到這個Hyper V 所以 這個就是齁 你如果一台實體機要裝就抽到這邊 知道吧 把它打勾 就這麼簡單打勾 按一下新增 這樣就好了 但是現在可不可以裝 不能裝 因為它是虛擬化中的虛擬化 目前是沒有這個功能 知道嗎 好 好 那它呢有提供這個功能 你要去把它做一個設定 你就可以讓你的虛擬機中再裝虛擬機 好 現在是不能裝 那我們現在來 來 教各位怎麼去設定讓它能裝 這一台也是不能裝 要知道吧 好 那我們先暫停一下 好 我剛剛呢 一開始有講說 我要做這兩台機器做什麼 把Hyper V裝的也是模擬實體機器嘛 對不對 所以呢 這個功能在微覽裡面 在提供叫 潮狀虛擬化 好 我們可以透過我們的瀏覽器 去外面照著打Google 好 潮狀虛擬化 好 你們看到我找潮狀虛擬化 好 這邊找了之後呢 就可以到微軟的官方網站上面 你就可以看到 好 來 你看 實作Hyper運動器 測試研發 治癒效率大提升 好 這是一個網管人的網站 好 有沒有看到底下 這個是誰 這是我的嘛 對不對 101有講過 101都有講過對不對 好 我們拿這一個來看 好 這個就是微軟的 微軟的官網裡面的說明 今天要做一個潮狀虛擬化呢 就是說在你的Hyper V裡面的虛擬機器 再安裝Hyper V 再開虛擬機器 就是這個是虛擬機器 裡面是不是又在開一個虛擬機 有沒有 所以你把外面這一台 當成是一個虛擬機的實體機 裡面是不是裝虛擬機 對不對 所以裡面就是我現在這一台 我們現在是不是只有外面這一台而已 外面這一台是這一台嘛 對不對 我們在裡面外面 到時候你要分清楚喔 好必要條件 當然這個VT技術要有 版本必須要2016以上 這樣子喔 2016以上 win10一定要win10 win10要win10以上 server是2016以上才有 好 那它的做法呢 當然底下你可以看 好 虛擬機器要為關閉的狀態 你看 要對實體機的Hyper V主機執行以下的指令 這才可以做超上去 第一個就是這個指令 這是啟用 所以呢 你的虛擬機要關機 知道嗎 關閉不能開機 要去設定這個指令 好 第二個呢 這是讓你的機器能夠 裝Hyper V 讓你的虛擬機器能夠裝Hyper V 當然再來 你要 因為呢 裡面會也有網路卡 你要做虛擬交換器嘛 對不對 基本上虛擬交換器也不能用 那網路卡可以用 跟虛擬交換器的時候是不能用 所以你要必須要去做什麼 改變Mac 的位置 不要 詐騙 等一下 看看在哪邊 應該這個 這個 來我找找看 稍等一下 好那沒有關係 你看 當然我已經把它章節摘錄下來 在什麼地方 在我們的 Fire Server裡面 裡面有 104 課程補充 Hyper V 裡面有一個 Hyper V重擊 有一個設定操縱虛擬化 這裡有沒有 各位可以把它複製 放到你的桌面 複製 好 放到我們桌面 貼上 好 我們就開始改這個 好 這個打開我們來比對一下 比對一下 這個呢 稍微大一點 把它縮小一下 縮小一下 再小一點 18 好 這樣子 好 那你這個做法呢 你來想想看 來看看我把它縮一下到這邊 好 來 我們來看看 這裡 就是 改變 make的位置 make的位置 還有改了 make位置的詐騙 好 所以說呢 你要做這兩個動作 所以你看看 我也把它寫到這邊 所以請各位 這樣就是 啟用這個停止 當然這裡有一個啟用 也有一個停止 叫off 所以請各位說 處 請各位把這兩個 第一個 設定超上心的這個呢 把它複製 我注意到這邊 Ctrl C 點到下面來 複製貼上 所以移到下面來 來 底下呢 這個一樣 從頭到尾 你不要多一個空格 少一個空格 好 這邊第二個 移到下一個 是不是從頭到尾 都沒有空格 知道嗎 中間有空格都不可以少掉 好 第一個 第一個 這一個設定 裡面有一個瓜虎 這個瓜虎呢 代表你的虛擬機器的名稱 這個也是 那它的名稱 不是電腦名稱 什麼是虛擬機器的名稱 這個 Hyper-V 這個叫虛擬機器的名稱 知道嗎 這裡 我現在拿這一台給各位看 這一個叫電腦名稱 這兩個名稱不一樣的時候呢 是虛擬機器的名稱 知道嗎 這個是電腦名稱 我這個改成999 這個叫SERVER02 所以呢 要用的是SERVER02的名字 知道意思吧 所以你不要弄錯了 好 所以說呢 我們現在呢 我先把這個取消 在做這一個設定的時候呢 我們看看 第一個要關閉虛擬機器 透過呢 系統管理員 開啟拋卷 在實體機上 這兩個動作 來 首先呢 我們就把 我們刪這一台線不用關 我們是關一二 只做一二知道嗎 好 所以一二 我要把關機 按右鍵 關機 好 第二台 右鍵 關機 好 關掉就沒關係了 事頌可以關掉沒關係 好 確定一下他整個關掉了 好 所以這兩台 一根二是不是都關了 好 確定這個動作 我等各位一下 我把畫面停在這裡 好 第一次 第一個步驟關機了 第二個步驟 從實體機上面 開系統管理員 開 Power PowerShare 所以點這一個開始 外面這個 點開始 這裡一個PowerShare 點它一下 好 是不是就開了這個系統管理員 這一個PowerShare 在這裡 好 到這邊 都跟上了 好 好 好 那 這兩個動作做好的時候 我們開始要去做什麼 啟動設定嘛對不對 那我們要針對這個就是啟動的指令 那我們要把什麼 SERV01這一個 點一下它 是不是 或者按右鍵 知道吧 按右鍵 你自己去點 讓它變成一個框框 知道吧 點它 按右鍵 重新命名 或者呢 快點一下 再點一下 視野重新命名的方式 把這一個名稱 複製下來 複製 Ctrl C 不要用打的齁 打的你會打錯字 好啦 這裡第一個是不是有了 我來開啟我們的記事本 這個記事本 來在這個 瓜糊 跟瓜糊之間 把瓜糊之間拿掉 我是選取這個瓜糊跟瓜糊 來 按Ctrl V 是不是貼上了 底下你就可以看到 這兩個是不是這個瓜糊 這個瓜糊都不要了 大瓜糊小糊都不要了 好 貼上 是不是這兩個 SERV011 在這裡 記得這裡有空格 這裡是不是也有空格 你不要把空格給刪掉 這裡也有空格 這裡也有空格 好了之後呢 我們把這一段 把它選取到最後 來 按右鍵 Ctrl 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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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們就開啟PowerShare在這裡 直接在這個地方按右鍵貼上 好 右鍵貼上 好 那我們按右鍵貼上之後呢 你就可以看到 有沒有看到 有一些顏色跑出來對不對 True 按下Enter Enter 有沒有出現任何的訊息 沒有 表示成功 知道吧 如果你有的話就表示失敗 就是有一些錯誤 你打錯字 什麼的 好 第一台好了 我們就用箭頭再往上 鍵盤在箭頭往上 是不是這裡也有色為1了 我們把它移到色為1的1這邊改成2 是不是就好了 除非你名字不一樣知道吧 如果名字一樣是不是就1跟2而已 好 好 再做一個網 移到最後按一下Enter 是不是要跳出來 是變成白色的字 喔 這樣就標準 完成了 我們的 潮重區以外的設定 好 因為我們呢 還會再用到網路卡 所以呢 第二個 這個有沒有 第二個 選第二個 到on這邊 Ctrl C 複製 點這邊一樣 點他按右鍵 就貼上了 知道嗎 貼上 好 一樣按Enter 是沒有任何事發生 箭頭再往上 記得喔 再一次是舊的資料對不對 好 箭頭往上 往上下的話就移到 跟前面這個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移到這個1 有沒有 3除1 改成2 再按一下Enter 是不是就設好了 就是把指令貼上 本來是用打的 我就用貼的就好了 知道吧 做好了 這樣就好了 沒什麼事 就這樣而已 好我把它關掉 這個呢你可以看 你可以先存起來 先存起來 儲存 好這個畫面可以關掉 來試試看 把這兩台機器開機 這兩台機器有沒有開機 啟動 這台呢啟動 當然3 已經變成第一台了 對不對 我把3點把它關掉 我重開一次 離線一次 對不對 好他先照順序排 第二次 好我先開兩台就好 3我們先不用 好我再移到左右邊 然後移到左右邊 好看起來是沒什麼事情發生 來我們來登入 好想當哪兒 各位應該就知道了 剛剛我們做的動作 還不能勾 你現在就要勾勾看 看能不能勾 來勾之前等我一下 這個動作我教各位一下 先暫停喔 先這邊不要動喔 好我們在裝之前 我們再將各位一個小小的訣竅 訣竅 訣竅是什麼 來我可以呢 透過Servor01 以後還有一些功能 你可以透過這種方式 管理 這裡有一個新增伺服器看一下 好我們先底下來看一下 這是一個角色 一代服務對不對 來我按下新增伺服器 我再Servor01做 哎呀不好意思 因為這邊齁 我們可以呢 因為這邊我們沒有裝DMS跟AD 那是在後面的時候 好我先試試看192.168點 91.222 找不到 因為他沒有那個DMS做解析 好先這個先暫停下次再講 好 我看這個可不可以加進來 這一個 試試看 這是2222 好我先試試看 好 這樣應該還是不行 要透過那個DMS 因為我還沒做DMS 好沒關係 好這下次再講 不好意思 一般我們都先到AD的時候 好來沒關係我們就來開始 管理新增角色及功能 來下一步 下一步 下一步 這裡就找不到了 我講的是喔 如果我們有DMSAD的時候 就可以在這裡找 直接做 我可以幫Servor02去點 知道嗎 等我們呢 裝了AD的時候 我再跟各位再來講一遍 好 我們現在只能裝Servor01 就轉Servor01 下一步 好 FV打勾 新增功能 剛剛我們一開始不能勾 現在是不能勾 現在是不能勾 是不是就很神奇對不對 他提供這個服務 好來下一步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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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個就是呢 你一台機器 你在裝的時候有沒有 你要用的這個服務 好 底下呢 當然你勾了HyperV之後 這底下後面這裡有一些選項讓你選 好 這裡有一個網路卡 這個網路卡是他本機的網卡對不對 我們是不是有交過各位 我這張網卡變成 單機的時候 是不是本身 變成通道 他本身是不是就沒有IT了 對不對 啊我現在先不做 我們後面再來給各位看好不好 好 所以這個先不勾 來下一步 好這裡呢 即使移轉 我們還沒用到 也不用理他下一步 好 這裡有個路徑 好 我們用各位 建議的路徑 通通用在 西朝的HyperV 我們現在沒有其他路徑 把前面這裡 這邊刪掉 西朝HyperV 多一個刪除 好 這裡也一樣 把前面呢 後面這邊HyperV 留到HyperV就來了 知道嗎 HyperV 好把它刪掉 這邊 這是我們建議各位的內定位置 當然你要放其他地方可以 好不好 那我們目前先用這個位置 好來 好了之後按下下一步 記得再跟著改 跟著改 你如果沒改當然也沒差 只是你路徑會跑來跑去 好 這裡呢還有一個重點 因為這個HyperV必須要重新開機 所以你這個要打P 不然你自己不知道他什麼時候要通開機 所以讓他從 必要時自動重新啟動目的地的電腦 伺服器 所以你把它打勾 他就會放你自動重開機 好 他就不通知你就直接重開機 確定 是 好了之後呢 按下安裝 就這樣子 好 另外一台 一樣 跟剛剛的功能一樣 來這邊 管理新增角設計功能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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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HyperV打工 新增功能 新增功能 就這樣而已 來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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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一樣不要勾 一樣不要勾 這個呢齁 我們後面再來看一下 好 那等一下 我們就剛好有兩台可以做比對 好不好 這台自己勾 這台沒有勾 對不對 我們兩台可以比對 這個沒有 這個勾起來 這個現象是什麼 這一台機器只有一張網卡對不對 就是我前面介紹的 如果你的機器只有一張網卡的時候 你要怎麼辦 這時候你看到就可以看到 好 這台我們把它勾起來 好 下一步 這裡一樣 跟我一樣把它改掉 好 改 改掉 這裡把它改掉 好 設定好了 再按下下一步 一樣打勾 是 安裝 好 這樣讓它跑一下 好 跑完了 它會自動幫我們重開機 我們就先 稍微暫停休息一下 我覺得還一樣繼續錄一下 知道 好 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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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你把那個關閉的那個動作有做 他只有做 第一個要再做 這個是平用 這個就是平用 這個有做保險 我們再做一個 然後我們就把整用 再一個 對 對 要保險一點就是你去用 然後你去把刷片 按下上 按下上片就可以了 好 按下上片 這個碼可以再 對 嗯 你不要去看 嗯 都 都 有 有 很 有 有 有 哦 好 好 一張 這個 有 這個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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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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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在 一 來 今天 Finally 我們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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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看這邊囉,下一步 ISO檔 ISO檔在哪裡? 自己放,你放進去 你的空間就不夠了 知道嗎? 你不要把它摳到你的吸槽裡面 來,再擰一下 好,因為呢 這個我們就要應用到我們前面講的 虛擬硬碟 這裡ISO檔呢,它要去吸槽找 或者你的主機裡面找 你看看呢,這個主機裡面只有什麼 吸槽也沒有低槽,對不對 那你如果把檔案擴在吸,正常環境 你擴在吸槽沒關係啦,因為我們這個環境很小 對不對?所以你們要放進來 空間會不夠 所以呢,你這個要去找一個磁碟 好,我把這個2先縮小 我們就放在1這一台 我要去做什麼呢? 我要把一個虛擬硬碟 裡面放ISO檔,然後掛到我的SERV01 好,那這個做法呢 各位你可以從什麼? 從我們的本機來做 那我們的微軟的系統是通用的 所以你看呢,我在本機裡面 按工具 電腦管理 好 電腦管理 裡面的磁碟管理 我是不是可以新增一個虛擬硬碟 對不對? 因為我從我的作用裡面可以把ISO檔扣進來 所以說,我這邊是按右鍵 去建立VHD 不是連結,因為檔案不存在 所以要建立VHD 好,位置在什麼地方? 你可以放在什麼? 隨便放個地方 因為只是讓它抓而已 我放在B槽裡面 Hyper-V 對不對? 好,我們現在是SERV01嘛 對不對?我就把它放在SERV01底下的VOLUXER DISC 隨便打個字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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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VHD 好,儲存 這是一個檔案名稱而已 好,給它幾G 要夠大 才能夠放得下你的ISO檔 我給它呢 30G 要改成VHDX VHDX 好 過定大小不要射 一樣射動態 因為慢慢這樣才不會影響你的空間 所以呢 30G的1111這個VHD放在這個位置 找到了 OK了 按確定 好 是不是新增的一顆在這裡 我按右鍵做什麼 初始化 這前面都叫夠嗎 改成GBT 好 這邊就做好了 這邊按右鍵做什麼 簡單磁碟做Format 好 隨便一個G磁碟機 我改成H 好 Format 完成 H 好了 所以在我的本機裡面是不是有一個H槽 那你開檔案總管 用這裡開也可以瀏覽 這是檔案總管 對不對 H在這裡 H就是這一顆磁碟 對不對 所以呢 你現在是不是從我們的網路這邊 找到ISO檔 對不對 當然需要去網路 我們本身已經有放這個不用去網路找了 對不對 這從內部你會去call的比較快一點 是不是這裡 你有ISO檔 你有一個2016這個檔 按右鍵選複製 把它call到這個H槽對不對 對不對 我這前面都做過囉 來 按右鍵選貼上 是不是call進來 是不是call到這個磁碟 那等一下這個call好之後怎麼辦 是不是把這個磁碟斷掉 對不對 S201把它掛起來 是不是就可以用了 我們來看看 來 你要call完才斷掉 所以我現在從本機call檔案到這個D槽 是硬碟call到硬碟 好啦 call完了看到檔案了 我現在呢 這個就在這邊 我就把這個呢 是按右鍵 有做什麼 中斷連結跟離線是不一樣 離線是斷線而已 中斷連結就把這個關聯全部拿掉 就不要用了 因為你有關聯 其他的電腦是不能用的 所以你要把它中斷連結 從這邊都看不到 中斷連結 才會看不到 就不見了 這樣這一顆磁碟才能拿來用 如果這邊還有連結在 是不能用的 知道嗎 好 那我們現在就回到哪邊 這個也關掉了 回到我們SR201 檔案 設定 是不是要找一顆硬碟 對不對 這之前也講過 來這邊 來硬碟 新增 這時候呢 你不是可以用新增了 因為你已經新增過了 你要去瀏覽 找剛剛那一顆 那個放什麼地方 是不是放在D槽 HyperV SR201 VorjaDisk裡面的111 開啟 開啟 是不是第二顆在這裡 好 按一下 確定 好 那第二顆可以看這裡 我們叫做 在我們的 社會林已經掛刻一個硬碟了 我們叫到 裡面我們的工具 電腦管理 喔 磁碟管理 這個硬碟在這裡 要把它連線起來 對不對 這是剛剛掛的那顆 按右鍵做連線 是不是有一個內定給你一個D槽 對不對 好 這樣你就可以用了 所以說呢 你看我在HyperV裡面這裡 有沒有 是不是要去瀏覽 找D磁碟 找這個2016 有沒有 按一下開啟 是不是下一步 是不是完成 是不是 虛擬機就建立好了 對不對 那你就是 這個名稱 我們當然等一下改一下 這個我現在是 測試給各位看而已 你再去安裝 對不對 連線 是不是要去安裝 這樣可以嗎 安裝各位就會 OK 好 那這個章節就介紹到這邊